港鐵宣布南港島線和將軍澳線北角至保林站在平日指定時間 分別加密至每5分鐘的班車 而將軍澳線條警嶺至康城站即在平日指定時間加密至每10分鐘的班車 迪士尼線即在指定的時間加密班次至每10分鐘的班車 港鐵又指上年全年班次總數已經回復至疫情前近九成 本地服務的乘客量回復至疫情前的超過九成 跨境服務則回復至疫情前超過七成 高鐵方面港鐵清去年載客量超過2,000萬人次突破開通的紀錄 當中有52%是大陸遊客 8%客量前往廣東省 短途客量增加約10%